假設他要說 你不陪我去 你是不是不想進入我的生活 你是不是不愛我 我跟他說 我試過一次啦 我就不喜歡了 那他怎麼一直跟你努呢 你就是不愛我啦 你就是不愛我 不陪我去 對我就不愛我 你就會放生 就好生氣 他喜歡打折舟 然後我下班10點 到那邊12點 要打折舟到早上 你看看你都沒睡到覺的概念 然後6點要再回來這裡 你真的也喜歡這件事情嗎 還是只是因為 我很不喜歡 這還叫你去的嗎 對啊 但後來我就 喜歡了 哦真的 Kumi 大大學 又到媽咧 嗨沒有加入鬧大會 你一直跟鬧大分校 你自己得加入哦 歡迎收看Kumi 鬧大學 哈囉我是Bobbi 我是Bobbi 耶 不要用不給我醬回去 我們兩個雖然不是男女朋友 但是在主詞上面 稍微妥協一下 將就一下 又配合我聲音大一點 好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其實是要來問問看大家 是不是會 為了那一段感情 而去妥協 遷就另一半 先來說說看你好了 我 我會讓另一半遷就 有像是說 你不給我買布丁 我就跟你分手 你不給我買布丁 他你愛我 你就不該不給我買布丁 然後他真的就要買布丁給你 也不一定 那如果他真的沒買 那就 然後你就每天反開 你不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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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知道他買布丁給我 蛤 布丁布丁 布丁 布丁布丁 布丁布丁布丁 是哦 我應該是 因為我想要達成一個 雙方都平衡 我也不想要任何一方不開心 所以如果他有要求什麼 我覺得我可能會做 那所以你是會妥協的 會妥協 那如果他要求很過分呢 要看啦 不可能你今天沒買布丁給我 我就跟你分手 那我做餅乾給你好不好 就我現在就買不到布丁 那我做餅乾 就是可以用事情去 我不喜歡吃餅乾 所以我們就要問問看 大家在感情裡面 會不會為了另一半 真的去妥協去遷就 好奇吧 其實滿好奇的耶 那我們就直接去問問看大家 走 GO 你可以問一下 感情路上啊 曾經有遇到類似那種 需要去遷就 另一半的情況 有點像是 你今天沒有陪他一起做 他喜歡做的事情 他就會在那邊爐 或者是覺得 你是不是就不愛我了 像陪我能夠去健身房 可是我不是很喜歡運動 然後他就會一直想要我陪他去健身房 可是我覺得很尷尬 因為我 他會用那個器材 可是他是那種超級厲害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這樣會很尷尬 那你有跟他講過說其實你 有 我就開玩笑說 我很懶 我真的不想去運動這樣子 他就說 可是我真的很想要我女朋友會陪我耶 像你說你不會用那些設備嘛 他是會陪你在旁邊教你怎麼用的嗎 我們還沒有去過 因為我一直拒絕他 喔 還沒有去過 那之後呢 就真的會去 應該會吧 我有跟他講說那你就算我的教練 你不要兇我就好 喔然後他說OK 就是有妥協 對算妥協 但只是還沒 就是準備 對那娘也很大啊 想問一下目前有另一半嗎 有 有 那你們交往多久 這五個月吧 你們一路上有沒有很常爭吵啊 天天吵 天天吵 那通常吵架你會先認錯嗎 先認錯啊 先認錯就對了 我最近滑抖音有看他說有 認錯SOP 你有找到精髓了嗎 沒有 因為我還是會被罵 那想問一下 你覺得有沒有曾經 他遷就你或你遷就他 應該不能說遷就 就是 互相配合溝通這樣子 有去溝通達成這個協議 沒有說比較偏情的那種 比較不夠情 那可以分享一下有沒有 類似什麼事情 是你可能配合他或他配合你的嗎 比如說出去玩的話 他可能比較想要去哪邊 那我就沒有特別想法的話 覺得可以這樣 那假設我一個情境 你可能前幾天才跟朋友去過的地方 但他說他很想去 應該會一起去 然後可能在之後再排另外一個 我沒去過的行程 互補互相這樣子 感覺你們都蠻隨和的耶 對啊是不是因為科系 科系有關係啊 就是 我覺得他們在打坐齁 我覺得其實交往兩邊都必須要 因為人人都是不同的 對 所以都會有不同觀點產生 所以就是必須會去做這件事情 那有沒有印象中 可能哪一種類型的事情 會發生這種情況比較多 蠻常都會發生的嘛 對 比如說他想要吃咖哩飯 我想吃拉麵 就什麼事情上面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你們可以去兩間都有的啊 這是一個好選擇 對耶 咖哩飯跟拉麵好像是可以一起吃到的 目前有另一半嗎 目前有沒有 有交過 有啊有 先直接問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 感情中曾經有因爲什麼樣的事情 去遷就對方或者是妥協這種 可能就是 有時候他的一些小脾氣吧 畢竟可能愛他嘛 之後可能我就會順同他的一些小脾氣 小脾氣是指想吃東西吃不到 或者是什麼東西上面鬧脾氣 可能他今天會想要去哪裡玩啊 因為就很寵他 所以可能請假陪他去 對 但是你是都發自內心OK的 對都發自內心OK的 你是真的很愛他 那你呢 可能是我要每天去淡水 找他 從這邊嗎 對每天搭Uber Uber花多少錢啊 你說一天來回 Uber六百 一千多 一天就一千多來回 對 然後我過去他可能就是 他喜歡打德州 然後我下班10點到那邊12點 要打德州要到我早上 你看看你都沒睡到叫了在你 沒有然後六點要再回來這 你真的也喜歡這件事情嗎 還是只是因為 我根本不喜歡 因為他叫你去的嗎 對啊 那後來我就 喜歡 那也是算還不錯 至少不是說一直以來 對 對 超遠耶 他都不來嗎 不會很簡單 他不會來 那你呢 四個月內 有沒有類似的情形 就你要配合他 或他要配合你 好像沒有 他比我還衰和 所以我說什麼他就說什麼 喔 所以也沒有遇到過 其實你想要做什麼 然後他反對 或他不想做的情況 目前還沒了 那假設未來有一天 他想要去一個 他自己覺得他很喜歡的地方 但你其實沒那麼喜歡 他硬要拉著你去 如果我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我可能會跟他去一次 如果真的不喜歡 之後他問我要不要去 我就說你自己去就好 喔 那他就不要 我就想你偷去 那你再去找去 你找你朋友跟你去 你知道嗎 那假設他要說 他你不陪我去 你是不是不想進入我的生活 你是不是就是不愛我 對啊 我有試過一次啦 然後我就不喜歡 不會跟他解釋 你只是會跟他說 我就是不喜歡 那他怎麼一直跟你努呢 你就是不愛我了啦 你就是不愛我 我朋友去 對我就不愛我 他比較好生氣 那如果說自己身邊朋友 有沒有聽過他們 有舉過什麼樣的例子 比如說女性 他可能想去唱個歌 然後內舉可能 比較多男性 然後男朋友就會吃醋 喔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就去了 就代表你不愛我了 你不認我這個男友了 這種 對 你身邊的人發生過 我想知道他有去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身邊朋友 你有沒有聽過 你如果愛我今天就一定要幹嘛 或者是沒有做什麼 就代表你不愛我 一定也是有聽過 這樣子我自己好了 你可能工作上會有一些女生的夥伴嘛 但是呢他可能就希望說 就是不想要有任何異性可以 喔 希望你可以是屬於他一個人的 對對對 他有之處嗎 呃好像不是小 那他怎麼樣的行為 或者是他會做什麼事 他只會一直在我旁邊念 你跟我這樣說 就是盡量都不要去跟女生 就是有任何的接觸 喔 那他自己相對的跟異性相對 相對的也會比較 他也會沒有接觸這樣 對對對 所以你已經能接受了 其實有點沒辦法 對 因為就是可能工作上的需求 就還是會需要 對啊 那你會直接跟他講 嗯 那你會一直先逃避 就是能躲就躲 對 所以你們到目前 有講過類似的東西了嗎 還是都還沒有 喔 之前啦 之前沒有沒有 抱歉抱歉 我曾經應該什麼時候 抱歉抱歉 所以你們那時候在交往的過程中 都沒有提及到 都沒有 你的想法 其實最後面 也是因為這個事情 理得分開 喔 了解 所以這樣你會覺得 就是可能下一段感情 你會想先跟他說 問問看他這件事 對啊 一定會 一定會想要先去問問看 他感覺也很委屈的感覺 對 我也覺得 真的假的 那有沒有是你男朋友 你覺得 他應該要陪你一起做的 我也問誰好了 想要健身房 少拉我一點就好 那我很緊張 那其他都還好 他很好 他很好 所以這樣你們剛剛提到事情 你們會想要跟他們去 好好討論這件事 還是 你會想要 逃避這件事 不會逃避耶 我就一直跟他講說 我沒有錢去健身房 我不想繳月費啊 我好懶 我不想運動 我很討論運動這樣 因為他說我幫你講啊 沒關係 我幫你出 不會 沒有 其實大家都會耶 沒有發現嗎 沒有應該就說他們是 取一個平衡吧 就你妥協先 然後再換我妥協 互相輪流 這樣比較好 你這個角度這樣不錯耶 奇怪 那我們一樣啊 我們把我們的鬧大招 柏寶 柏寶問一下 柏寶覺得嗎 你是一個會妥協的人嗎 會很長妥協 真的嗎 哪個部分 對女生比較長妥協 為什麼 就是碰到女生就會有點 真的嗎 太熟啊對啊 那我們晚上 一起去吃大餐 你請客 我請客 這不叫妥協 這叫威脅 你會用那個口氣再好一點 要這樣我們晚上可以一起去吃飯嗎 你要請客唷 你後面人很奇怪唷 喜歡這支影片了 笨笨 留言 按讚 分享 訂閱 告訴我們你有沒有在妥協 你感覺已經很久沒來都不會主持 我根本不用在講這個 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大家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你們覺得最好的處理方式 或者是假設遇到這種情況 你們會怎麼解決 一到就拜拜嗎 難說喔 哪一樣喜歡芭比 那我要母沙飛 OK 追蹤我們的IG TikTok 還有我的Youtuber 那我大會員自己加起來 GoGo Go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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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到妥協 哈哈哈哈哈哈 啊